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当场感觉得出来黑小姐仍想挽回 但孙其军铁了心要喊切 过程她闪烁其词 毫不坦诚她已移情别练郭雪芙 事到如今 孙其军归缩未做回应 郭雪芙方面依然睁眼说着瞎话 否认两人关系 1月29日 本刊揭露孙其军都还没跟对岸的女友K小姐分手 就已经有了郭雪芙家的门禁卡 在她家睡了二夜 期间两人不但穿着格子情侣装年禁年初 而且孙其军还称职充当郭雪芙的司机 贴身在禁在初 事实上孙其军已向有人透露她追到了郭雪芙 只是隐瞒自己在大陆有一个交往一年多 仍在持心维护这段远距离恋爱的郑公K小姐 更令人傻眼的是 1月29日本刊报导一出 郭雪芙还透过经纪人否认跟孙其军的关系 强调自己并非小三 且错愕撇恋孙其军 极有可能郭雪芙在毫无所惜的状况之下 拍摄《我们不能是朋友》后开始跟孙其军交往 本刊持续跟拍孙其军后续行动 竟然全程目击难得一见 表面和平但是距离万军的分手现场 1月28日 也就是在孙其军和郭雪芙的过夜报道曝光之前 本刊直及孙其军走路抵达北街大安站附近的连锁咖啡店 她一个人买了喝的坐在二楼角落位置滑手机 期间还讲电话 感觉正在等待某人 过了大概半小时后 只见孙其军看似从对岸刚回台湾的正宫女友K小姐出现 她拖着行李箱 感觉连家都还没回 先去上了厕所 然后入座孙其军的对面 一路聊到9点左右 前后大约一个小时的面对面谈话过程 两人并没太过激动 而且时不时的相对无言 重点是 期间K小姐一度表情阴切 四在恳求孙其军 表态并不希望分手 不过头发 胡子都没整理 面容颓废的孙其军 倒是双手抱头 有时面露无奈 偶尔表现无所谓的模样 席间 孙其军虽然不断表示对她的亏欠 但也同时谢谢她的谅解分开对彼此都好 只见孙其军戏剧话的耸肩 大大地叹了一口气 K小姐则是时而低头 时而抬头 感到非常落寞 并且浑身散发一股淡淡的失望与哀愁 谈判到了9点左右 孙其军与K小姐终于走出咖啡店 两人往前走一小段后 又停下聊了几句 孙其军还拉了一下K小姐的手臂 终于 两人道别 孙其军一边走离 一边捏捏鼻子撞似神伤 还回头看了女生一眼 挥一挥手又说了再见 接着K小姐往信义路的方向离开 孙其军则往复兴南路向内走去 上演 向左右 向右走 和戏马 只是孙其军接着拿起手机 开始边讲电话 边走回家 将近10点多 孙其军又背着包包 然后开车出门 一边开一边测试有没遭跟拍 是否谈完又准备去郭雪福家 以不得而知 后续在金本刊打听 该名K小姐在北京工作 因为隐隐感到孙其军有劈腿 上个月来她几乎没有胃口 常常忘了禁食 或者食不下咽 正日以泪洗面婴儿暴瘦 某次人在北京搭乘地铁 突然接到有人电话 电话里头聊到孙其军 聊到最后当场在地铁中难过到嚎啕大哭 几近崩溃 身边有人对她无不满满心疼 延伸阅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